原标题 小日本侵略中国的脚步才没有那么快 当然有英雄就有汉奸 据统计当年中国就出现了几百万的汉奸 实在是让人痛心 而东北有一个最无耻的汉奸 不仅给小日本这一关中 还向他们跪拜 这个无耻之人到底是谁呢 他就是谢文东了 说起来 谢文东这个家伙刚开始还不是汉奸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积极的抗日分子 只可惜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 他选择了无耻的背叛 一转脸就投入了小日本的怀抱 而谢文东就把汉奸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 贪生怕死 贪污享受 1939年的时候 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一段时期 当时谢文东的家里就有很多亲戚 被日本人杀害了 按道理来说谢文东和 日本人可是有大仇的 这样的人怎么会选择投靠日本人呢 然而所有人都小看了他当汉奸的决心 在日本人承诺给他的好处面前 谢文东甚至都没有抵抗一下就沦陷了 可能他当时觉得中国没什么希望了吧 在金钱和地位面前 最终还是选择站到了日本人的队伍里 而谢文东最出名的还不是他当了汉奸 而是他居然受到日本天皇的接近 为了表示自己对日本人的绝对忠心 谢文东甚至在自己的家里设立的灵堂 专门悼念那些战死的日本将领 还亲自带人建立了衣冠中 每天都去参拜 就连日本人都感到十分的惊讶 很少能看见这么主动当汉奸的人了 作为一个中国人 谢文东这样的做法 简直是无始到了极点 后来日本人看好谢文东 专门安排了一架飞机来接他去日本 谢文东这个土鳖 连火车都没见过 就更别踢飞机了 听见飞机那巨大的轰隆声 还以为日本人要害他 吓得他找机会就要逃跑 后来被人好说 再说这才安抚了下来 随飞机一起飞往了日日 后来战争胜利之后 谢文东这个大汉奸 其实早就该接受审判才对 不过国民党的人 却觉得他还有利用的价值 于是就给他拉起了一支部队 让他配合着攻打共产党 不过这样一个人能带出什么部队来 不久就被我军的部队全灭 而谢文东最后也被我军成功的活捉了 这样无耻的汉奸 我军当然不会像国民党那样轻易的放过他 1946年12月 谢文东被判处死刑 终于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